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建築大聯盟 好有精神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 你有想過你可以 根據調查 在世界各個知名的長壽村 像是日本的麗花村 俄羅斯的居卓爾村 巴基斯坦的宏達村等等 當地的人長壽秘訣 並不是靠大把大把的鈔票 而是靠他日常的生活方式 日常飲食就可以辦得到 而且他們不只 今天的節目內容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如何活得長壽 又活得健康 當然 今天優勝的隊伍 也可以帶回我們的精美禮品 預備 加油 我們來介紹一下 全部都達到的阿布哥林柏妤 來 每題都要對非常在意禮物 是不是真的的 瑪麗歐瑪哥 加油 介紹我們今天的 醫師專家群 營養師 蔓賣營養師 蔓賣營養師 大家好 急診科醫師張士恆醫師 大家好 內科醫師吳少虎醫師 蔓賣營養師 大家好 介紹完醫師團隊之後 馬上就要進行今天的比賽了 節目以猜題競賽為主 共三個題型 每題型結束 獲勝隊伍 可以投入兩顆幸運球 輸的則是放入一顆 最後醫師抽出的幸運隊伍 可以將精美禮盒帶回家 第一個題型是 百人名調搶答題 百人名調 開中百人名調的前五名 並且是越讓人理想不到的答案 得到的分數就會越高 然後請在我說完請搶答之後 才可以按鈕 好 請搶答 清楚了嗎 清楚 好的 清楚了 請出題 哪些好習慣可以幫助人長壽 在百人名調中的前五名 又會有哪些 有答案了嗎 我們可以先討論一下 幹嘛 我很想 找到嗎 還沒 先 這種就要下台了 不守規矩的來賓了 請搶答 剛剛為了784 又用來 妳就顧著一起聊 妳還不一定會對 妳想到什麼 我想到 我覺得 好睡眠很重要 對 睡眠 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 讓身體休息 睡眠充足這個答案 有沒有 第五名 好險 但是至少有在榜上 張醫師 的確 睡眠跟我們的長壽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甚至你可以說 如果我只要做一件事 來讓我長壽是什麼事情 睡覺 就每天好好的睡得夠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身體有很多 重要的生理功能 事實上 在我們醒了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發生的 譬如說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的組織才會修復 也就是說你早上 受傷的肌肉 皮膚 都是在睡覺的時候在癒合的 等於就是有一個傷口 你必須在睡覺的時候 它才是在癒合的過程 免疫系統也是都是 趁著你睡覺的時候 才會練兵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免疫系統 是好的 你的睡眠一定不可以少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在2012年 事實上有個丹麥的神經學家 他提出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的大腦 事實上像某些冷氣一樣 它晚上會清洗自己 而且你要在睡覺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洗自己 這個怎麼洗 就是我們大腦 事實上它會分泌一種液體 叫 腦脊椎液用來洗掉我們的腦細胞 早上過度活動 產生了一些有毒物質 這樣子 這個有毒物質 你睡一個晚上 平均可以洗出 張醫師 如果我一整齡 都沒有睡好 我會一個頭兩個大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趕快 都沒有排出去 對 它會累積在大腦裡面 的確 他有 他是 我想問一下張醫師 就是那如果你睡眠時間 太多呢 睡太久的話 你容易有一些 因為長久不動 造成了一些身體狀況 但是這個睡眠 睡眠應該也牽得到睡眠品質 有的人深睡 譬如說深層深入睡眠的時候 3到4小時就剩過8小時 我們的睡眠是有節慮的 等於就是我們的睡眠 是在深跟淺之間循環 深淺之間還夾了另外一種 很重要的睡眠叫做 快速動眼睡眠 不過這幾種睡眠的階段裡面 真正可以讓我們身體獲得 真正休息的是深層睡眠的時間 所以你每個晚上 深層睡眠的比例 跟你睡眠健康非常地重要 沒錯 我想要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一樣 有睡滿八 九個小時 但是我是凌晨三 四點睡 然後睡滿八 九個小時 這個問得好 這個話也不好 這個也不好 同樣的時間 可是你沒有在正確的時間睡 一般來說我們人 我們人的大腦是非常規律的 我們11點是 我們上床的最佳時刻 你每晚半個小時睡 他的第二天的心跳會比較快 而且這個心跳 交感神經的活心 會一直維持到下午 所以等一下 看完醫學大聯盟 就趕快去睡覺了 謝謝 他自己都不要做了 趕快洗洗睡 睡 時間剛剛好 恭喜你們獲得10分 請搶答 10分 好 專心 很帥 活運動 運動 運動 運動這個是分數相當高的 為什麼 人要活 就要動 而且運動還要做有效運動 所謂的無 有的它有分有氧跟無氧 我們也是藉著運動 能夠讓血液心跳達到一個 極速地收放 然後才能把廢物代謝出來 真的 這個題目 好了 可以了 做得動 我是可以坐對面的 運動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為什麼 冷靜一下 前五 有 但不在前五名 不是 這個怎麼 是前五 來 我們聽聽真的坐在對面的人講 好好講 好好講 對 身體有 你的運動毫無疑問是讓你長壽的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對 我們這裡是民調題 剛剛有講到一點 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我要做到什麼程度的運動 才可以長壽呢 有一個美國的醫學期刊叫做 美國內科醫學會期刊 他們在2019年的年底 事實上有 發表一個滿重要的研究結果 你每天要走多少步呢 7500步就夠了 就夠 也就是說他們分析很多 每天行走的步數不一樣的人 他們發現 我的每天的步數 從3000步 4000步 5000步 一直往上增加 我的死亡率就一直降低 可是降低到7500步 以後就沒有再降低了 真的 所以你如果要給自己一個 最低要求就是 每天一定要走7500步 不好意思 我7500步夠了 做那麼辛苦 真的 這個有明確的科學證據 7500步 所以走路要快走 不是慢慢走 好啦 你說太多 你都不可能坐到對面去 對啦 請教掌 打 有 有 好兇 什麼答案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你要清淡還是 多喝水 講清楚 好 突然先多喝水好了 多喝水 為什麼 人體的身狀有70% 由水分來組成的 而且我們在懷蟲娘胎的時候 旁邊都是包成的 羊水 所以水對於我們人體 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但可以讓我們增加 良好的循環代謝 而且會把髒動器排出去 而且多多 尿多 長壽不老 就是這樣 不得不說 真厲害 來 妳剛剛也是講很多就會 對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標準的答案 多喝水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有 第一個 第一人 30分的高分 漂亮 耐心 來 我們邀請 慢慢養師 像瑪莉歐剛剛講的 真的很重要 所以對於我們的重要性 僅次於氧氣而已 對 所以說就是水的話 其實它就是參與我們全身上下的 生理生化的反應代謝 可以幫我們調節體溫 平衡我們的酸鹼值 還有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排出 過多的一些代謝廢物 像比如說有一些人 他水喝太少 就會出現 對 就是排不出去 所以說我們會建議 就是飲水量一定要適量 我們會建議可以用我們的體重 來乘以30到40來做計算 差不多要喝4 5千 到40 會乘以40的原因是因為 像比如說夏天 我們比較容易流汗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建議喝多一點 我們就可以體重乘以40 比如說60公斤的人 就是夏天就喝2400CC 冬天流汗量比較少 我們就喝大概1千毛百CC就夠了 是 對 所以喝水很重要 所以要按照自己的需求 好像80幾公斤 那要喝很多 對 請搶答 太好了 我看著你講的 你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 我有一個 妳說來聽聽 可以討論 良好的習慣 對 保持心情愉悅 運動都排不上了 還心情愉悅 這無形的東西 所以你的答案是 就聽你的 保持心情愉悅 保持心情愉悅 這個答案有沒有 真的 恭喜得到15分 笑口常開 來 吳醫師 如果人長期處於壓力之下 比如說你有業績壓力 或說你家庭關係失和 你有情緒壓力 對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壓力 對我們的內分泌系統 免疫系統都有很大的影響 內分泌系統 免疫系統失調之後 接著引發的疾病就很多了 對 所以當然會影響健康 影響壽命 以前在醫院門診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外商公司的主管 他就是擔任很重要的職務 所以扛的業績也很大 工作壓力很大 對 主管的要求也很高 他就是長期處於這樣的高壓 他沒有意識到這樣子壓力造成 他來看門診只是說 他就是內分泌失調 他失眠 然後甚至連月經都不規則 對 當然我們告訴他 這個是壓力引起的 後來再幾次回診之後 他跟我說他離職了 然後他想要利用轉換工作的期間 到國外走走 休息一個月 結果再回來他 現在有沒有什麼不好 全部都好了 不要而喻 對 所有的問題都不要而喻 就是內分泌變好了 這個月經規則了 然後體型也變好看了 因為壓力的時候 他會一直想吃甜食 他發胖 不用減肥 他也變瘦了 然後睡眠品質變好以後 免疫系統也變好 你整個人看起來就是氣色變好 所以其實心情跟壓力 對健康影響很大 真的 剛剛吳醫師提到一個重要的點 就是說我們 養生這件事情 事實上不只是我們自己 要做哪些事 其實它很多時候 跟你跟人群的互動很有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在人群間 可以得到一些支持 這個就是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本身就可以讓我們 活了很久這樣子 日本的長照機構 有做過一個醫學研究 是 他們發現把老人家 光是把他們聚在一起 這一群老人家就變長壽 真的 他們會開心 你只要把他們聚在一起 讓他們可以每天互動 可以做一些事情 自己有一些目標 有一些目的感 對 基本上這個對我們人非常重要 等於就是說 不只是身體的事情 心靈的事情也非常重要 有一個長壽的例子 就是我阿嬤 她今年 好棒 她真的是讓我覺得 很敬佩的一個老人家 她活到這麼老了 她從來 我覺得她有一點非常好 她不太愛去計較事情 你不去計較 你的心情就會好 真的 而且她是發自內心 不去計較 她也不會因為製作單位亂Cue 然後她就搶答來不及 她就在意 然後再加上她喜歡作家 而且要真心地不計較 對 她是真心的 你能不能 能不能就講阿嬤就好了 不要講我們 真的 其實她沒有 你為什麼要自己對 我們應該要對 她剛剛就叫一些搶鈴 去我們旁邊這邊 好 請搶答 不準 4 不計較 不計較 好 計較 我們剛剛已經有答案了 有答案了嗎 還滿多的 真的嗎 看妳 看妳覺得的 現在不講 是不說講 這個還滿重要 不醃不酒 良好的生活習慣 就是沒有不良嗜好 對 不醃不酒 因為這個是大家一直在倡導 因為這個應該是致癌 最主要的原因 余和剛剛有講一個很接近的 那我們換一個 就是定期做健康檢查 提早 預防剩餘治療 提早發現有問題 提早做治療 嘗受了秘訣 定期 不要等到已經末期了 大家講來不及了 有個小細頭把它割掉 還要演一下 定期做健康檢查 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我請張醫師給你們提示 好 張醫師 很難 對 就是很難猜招你 好 停 現在不是誰 先猜到誰贏 對 你們先討論一下 待會兒還是要搶答 這樣好不好 嚇我一跳 我還沒有說請搶答 還沒有說請 吵了 我先把假粒子抽筋了 吵了 有答案了嗎 來 張醫師 不可以出聲音 再做一次 這是動作比較慢 你說不可以出聲音 好 他只是在解釋 不要說 你需要我在後面 捂住你的嘴巴嗎 好 還有女神來捂住 對 好 好 好 太鹹了 可以了 請搶答 張醫師剛剛有打了一顆蛋 但他又放什麼鹽 應該是少油 少鹽 但是也有人講說 每天吃一顆蛋是維持長壽 我跟你講 答案是 這麼有把握 絕對 不然如果打錯 我也覺得是這個 如果打錯怎麼樣 每天一顆蛋清楚 如果打錯怎麼樣 不然怎麼樣 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30分了 不要這樣 你看 我們一級30分 他們打兩題才25分 對 卡哥說交點朋友 好 心情逸越 少汁 多讓他出去交點朋友 吃個蛋 太好了 好 你們的答案是 每天吃一顆蛋 每天吃一顆蛋 這個答案有沒有 好厲害 這是 25分 來 我們請慢慢來營養師 雞蛋的營養 它是非常地全面的 我們人體所需要的營養成分 幾乎都可以在雞蛋裡面 都找得到 然後它的營養素 除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它有優質蛋白質之外 再來就是對於 視力保健有幫助的 β胡蘿蔔素 然後還有B群 B群的話 其實它不是只有抗疲勞而已 它還是可以 就是幫助我們身體裡面 糖類跟脂肪的代謝 另外就是有一個 在其他食物當中 比較少見的營養成分 是軟鈴脂 軟鈴脂的話 就是幫助我們細胞膜 是維持一個正常健康的狀態 所以說像是一些 青少年在發育的時候 我們也會希望說 它可以吃蛋或者是黃豆 可以幫助它的大腦發育 是比較好的 健康成年人而言 一天吃一顆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對 那可以 最多可以吃幾顆 我們一天來說的話 會建議就是 差不多六顆左右 還可以 包括蛋黃也能吃進去嗎 可以吃 蛋黃可以吃 好 最後一個答案 我真的覺得 一定要給你們提示 要 要 我們請到 慢慢演示 有 我讓你演20秒 我們要演20秒 演差別來演 不可以講話 不可以講話 再來來演 我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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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 太明顯 你講答 終於有用了 我終於講到了 所以那個是 吃飯吃八分飽 好 吃飯吃八分飽 這不是偶像的動作 我 因為老師大概還沒有經歷過 那個年代 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不能吃太飽 你吃飽人 人就會懶 你知道嗎 懶 吃太飽 而且你 血糖上升的感覺超不動 而且你吃太飽 對於胃來說也是一個負擔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消化它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吃八分飽 八分飽 這個答案 是否正確 其實你們也是對的 心嚼慢煙 心嚼慢煙 也是對的 宰石 所謂的吃飯八分飽 我們講一個比較正統的 醫學名詞叫 醫學界開始發現就是說 吃得比較少 竟然可以活得比較久 是在1930年代 他們那時候 第一次是在老鼠身上 發現這件事情 他們發現就是說 我把我的老鼠減少餵食 減少30%的食量 它就多活30% 你如果可以減少到60% 它就多活60% 所以它是減少越多的飯 它活得越久 那我是不是自己可以來 我就吃少一點 可是那個時候 都沒有直接做人體的研究 因為這個會有一些 倫理道德的爭議 因為那時候你甚至不確定 就是說我如果長期的吃不飽 到底會不會對身體 有一些危害 所以那時候沒有辦法做 風險太大 所以怎麼辦呢 抓幾隻猴子來看看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經典的生物學研究 這個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州 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找了幾隻猴子 這個米猴 他們把一組 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這隻米猴就是長期 每天就是吃正常食量 每日吃飽飽 右邊這一隻 就是每日給牠大概 把牠的卡路里減少到70% 可是沒有讓牠們營養不良 牠們必要的營養素 還是會攝取這樣子 這個是牠們大概在27歲的樣子 米猴的成年一般是7歲 所以牠們從7歲開始 把牠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 右邊這隻猴子 牠經歷了20年 每天吃不飽 結果到了27歲的時候 中中有神 對 牠不但是毛髮比較漂亮 牠的臉血管比較健康 牠的膠原蛋白比較多 牠的眼神也比較 大家有發現 牠的眼神也比較積極一點 牠在右邊那隻有帶 大家更驚訝地發現 你發現下面那個照片 牠們全身的照片 毛一樣 每天吃飽的猴子 牠到了27歲的時候 那個是老成這個樣子 所以老態非常地明顯 太穩重了 後來大家對這個就很有興趣 想說是不是可以在人身上做研究 他們研究了半天發現 你每天如果說 只給猴子吃70%的話 牠會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把食物都吃完 因為牠餓 牠很短的時間內吃完飯 代表牠那一天會餓得比較久 所以到了21世紀 這個研究的轉向是研究到說 這個其實真正的關鍵不在於 是把卡路里降低 是 而是把你 就算你每天吃了卡路里還是一樣 可是你把它分配在 比較短的時間內吃 這個叫做所謂的 事實上在去年底 在有一本很全味的醫學期刊 做了一篇回顧研究 牠說 為什麼 我愛餓久 我會比較健康 我會活了比較久 牠發現是這樣子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些開關 這些開關是讓我們長壽的開關 當你每天在吃飽飽 少量多餐 你這些開關是關著的 當你試著每天增加你愛餓的時間 我們身體會產生很多的同體 就是Keyton Keyton這個東西 它不但是你身體的能量 它還會去開啟這些開關 這些開關有一個正式的醫學名詞 叫做所謂的 它會去開啟一些基因 讓你活得更久這樣子 身體比較可以抗壓 你的免疫細胞會開始吞噬 一些身體剩下的癌細胞 我們每個人 事實上都有癌細胞 每天產生1萬克癌細胞 可是因為你在愛餓 牠吃的效率會更積極 目前你要怎麼愛餓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 比較實際的方法 目前比較推行的是 所謂16 8的健康性斷食 16就是你每天要餓16個小時 你把三餐分配在8個小時內吃完 所以舉個例子 你可以10點 或是晚一點吃早餐 10點 10點半 那你就6點半 下午6點半前把晚餐吃完 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16 8 如果其他時間 你可以忍住不要吃東西的話 8個小時內吃 很容易就可以做到16 8的 健康性斷食 好 我們來看看 一般的街討民眾 他對於長壽的習慣 認知有哪些 你認為哪些好習慣 可以幫助人活得更久呢 我覺得睡好 睡飽 細腳蔓延 就睡飽 睡好 睡好 睡飽 因為 睡好 睡飽的話 脾氣就會比較好 笑口常開 水要喝夠 聽說長壽算是長壽的命運 是喝山泉水 所以喝山泉水比較健康 是真的嗎 睡好 睡飽 笑口常開 人家不都說開心 才能讓人家長壽 如果我們細腳蔓延的話 可能都會噎到 每日一雞蛋 雞蛋好 很重要 睡好 睡飽 細腳蔓延 睡好 睡飽 睡好跟睡飽 人馬就是一定要 睡好跟睡飽才會長壽 妳今天有看到這一集 真的是賺到了 但剛剛我看到 有個民眾說 長壽村的秘訣是 喝山泉水 是真的可以嗎 滿滿 山泉水對人體健康的好處 除了 可以幫我們補充水分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因為 它可能裡面含有 非常多多元的 可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飲用水 一定要經過我們的政府認證 一定要是通過 飲用水管理條例 以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才可以提供我們做安心的飲用 礦物質的部分 雖然我們每天的需要量 並不像是糖類跟蛋白質那麼多 可是我們人體是 一定是不能或缺的 因為礦物質在我們身體裡面 它會參與我們所有的生理生化反應 然後像是我們的骨骼 跟牙齒的建構 也會需要有礦物質的存在 還有像是我們肌肉跟神經的收縮 跟感應也需要礦物質 還有就是可以維持我們身體裡面的 酸鹼平衡 也要有礦物質的存在 礦物質一般我們會把它簡單 分成 區分的方式我們會以 每天的攝取量來做一個區分點 假設每天的攝取量 是大於100毫克的話 我們就稱為叫做巨量元素 如果是小於100毫克的話 我們就會稱為叫做微量元素 在這邊也要跟大家 鄭重地跟大家呼籲一下 就是我們任何的食物都一樣 再好的食物都不可以吃過量 因為劑量會決定毒性 像剛剛我們有提到水喝太多 可能會有水中毒的問題 一樣礦物質也不能夠攝取得太多 假設我們今天鈣攝取太多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 會有 甚至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其他礦物質的吸收 像鈣它就會跟鐵進行競爭 就會影響到鐵質的吸收了 另外像是鈣好了 鈣如果平常我們吃的比較 就會吸收到比較多的鈣 那就可能會有造成水腫的狀況 或者是長期而言 可能會有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大家 飲食一定要多元化 然後均衡飲食 才可以維持健康 對 所以還是要注意 在這個階段 我們知道有哪些好習慣 可以幫助人長壽呢 水喝充足很重要 每日一雞蛋 細嚼慢咽 八分飽 笑口常開 睡好 睡飽 這些你做到了幾項呢 如果還沒有 現在開始也不嫌晚 這個階段我們也要恭喜 全步都答對 得到45分 好 我們45分 每題都對得到55分 恭喜 沒關係 你們可以投一顆球球 你們可以投兩顆 兩顆球 一哭 我走了 恭喜你們離我們今天 精美好禮又要盡了一大步 接下來是選擇題 這個部分我們不用搶答 拿出你們的數字牌 一起來作答 我們先看看 第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人體中的礦物質 占體重的比例大約是 1 3到5% 2 8到10% 3 13到15% 兩隊請選擇 不一樣 不一樣了 馬大師 你本來想要選幾 我本來是想說選1 1% 但我覺得太少了 太少了吧 因為礦物質體重的比例 如果說以我80公斤 如果是以10%來講是8公斤 8公斤的那個是已經 你幫我看看 因為你人的骨頭裡面 也還有礦物質 你的血液裡面 可能也都有礦物質 所以你不能只單純去想說 8公斤好像一坨肉在那裡 你不能用那個 在那裡 X戰機電影那個弄不行 不是 它是要占整體的 玻璃力 馬大師 可是覺得比較 比較往這個 八道手旁 應該都錯了 都錯了 沒有 慢慢 雨和 為什麼 為什麼你完全被瑪莉歐說服了 是不是 這個角度一直看到 慢慢營養師 臉頭都倒震 好啦 一對選2 一對選3 所以不能換 她的答案是否正確 兩隊都錯了 都錯 好快 我今天都沒有 馬哥有什麼想說的嗎 是嗎 我們停專項劍一點 吳醫師 跟各位介紹礦物質的 在人體中含量 我提供了一個圖給大家參考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人體有七大營養素 包括水 蛋白質 脂肪 維生素 礦物質 碳水化合物 還有膳食纖維 各位可以從這個比例上看到 水佔的比重是最大的 大概人體中60%是水 水對我們來講是最重要 再來 右下角這個 藍色的比例是礦物質的含量 大概在人體中的體重 占比是5% 合理來講應該是 馬哥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夏宇和說 沒有關係 從今開始 都聽你的 這個是你的地盤嗎 對啊 如果說我們都答對 那意思講什麼 你真的貼心 答對他也要講 對 好 OK 好 下一題 純維人體中含量最豐富的 礦物質是 1 納 2 鐵 3 鈣 請選擇 為什麼 柏宇 為什麼是3 我們想的就是因為身體的骨骼 骨骼也就是鈣 對 所以應該是滿多的 我們最常聽到說 你要補鈣 你要補鐵 可能有人想說 很少說補鈉 因為你吃太重 對 因為鈉 而且現在人 大多數很容易水腫 可能已經很多了 不用補了 水腫就會 就是鈉太多 所以我覺得可能 你鈉 你哪 一對的答案是3 一對的答案是1 哪一對的答案正確呢 恭喜 全都答對 好開心 的確 鈣是我們身體 含量最豐富的寬物質 以一個50公斤的人 他身上有 所以算起來是1公斤 所以我們身上 事實上含有一公斤的鈣質 這一公斤的鈣質 大部分是99% 存在我們的骨頭跟牙齒裡面 另外一個% 微量的這一個% 存在我們的血液 細胞 肌肉裡面 負責調控這些重量的功能 我們的神經系統也跟鈣很有關係 這三個礦物質 第二名的事實上是鐵 鐵在我們身體裡面 大概就是3到4公克 所以燒很多 大部分的鐵是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以血紅素的狀態存在 另外的鐵會以鐵蛋白 它會跟蛋白質結合 變成一個東西叫鐵蛋白 鐵蛋白會存在我們的肝臟 皮臟 肌肉 這些蛋白質裡面 也是負責一些中央的功能 第三名才是鈣 鈣很可惜也是最低的 最低 我們說鐵3到4公克 鈣只有 全身的鈣就這麼多而已 可是鈣 它大概是全身分佈 最廣泛的一個礦物質 我們身體只要有細胞外溢的地方 幾乎就有鈣 什麼意思 我們的身體的水分兩類 一個是細胞外面的 一個是細胞裡面的 細胞外面的水大概就是鈣 細胞裡面的水大概就是鉀 所以甲跟鈣不可以反過來 反過來會出大事 有鈣的細胞壞掉了 然後跑出一堆甲來 它就會心率不整 所以這個很小心 那我們就往下一題邁進 下列合者 礦物質是屬於微量元素 1 綠 2 個 3 流 請選擇 好 你們兩隊今天超沒有默契的 都不一樣 來 全部都答對 為什麼是2 我記得 有一點印象 因為人的身體裡是含有氯的 不要以為氯只是 過濾那個水 水什麼的 人的身體裡面是有氯的 那鉀這個元素 我記得好像是人體也需要 只是說它不需要那麼多 流我比較不熟 所以我就選鉀 來 每題都要對 因為我說真的 那個氯 基本上氯我們 對身體不是那麼有幫助 我的感覺是氯 我不考慮氯 鉀 因為這個鉀這個東西 基本上我的觀念 我在氯質裡面 化學裡面 它應該算是 它是算是重金屬 而且它是產生於在 自來水裡面 因為有一個很有名的 國外的一個告官式的例子 它叫六價 六價格 因為裡面水含量這個太多 所以造成很多 流 基本上人的放屁 為什麼會湊 因為它的流化物太多 所以我覺得有流 算是我們人體裡面 屬於人體裡面的微量元素 一對是答案2 一對答案是3 是否正確 恭喜 我們都答對了 是我們答對了 來 慢慢要吃 這個在我們身體裡面 含量大約是 量不太多 不過我剛剛有提到 像巨量元素跟微量元素 我們是以每天建議攝取量 是攝取量 是攝取量 對 攝取量 如果是大於100毫克 是巨量元素 如果是需要小於100毫克的話 是微量元素 個的話 我們每天一個成人的話 大約是需要0.05到0.2毫克 需要的量雖然不會很多 但是因為過去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身體很缺乏個的話 可能會造成說 我們會有代謝症候群 糖尿病跟高血壓 這些問題發生 因為個在我們人體內 它最主要是可以幫助我們 葡萄糖進行正常的代謝 所以它對於血糖調控會有幫助 所以在一些糖尿病患者 他們適用的那一些 就是補品那些東西 它們裡面都會放一些蛤的元素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我們在什麼食材裡面 可以吃到蛤 對 苦瓜 穩得非常好 剛剛有提到苦瓜 然後還有控制水裡面也有 然後再來就是 海產類 肉類跟顴骨類食物都有 所以其實它分佈得滿廣泛的 然後像綠跟硫 在人體內每天的需要量 都還是大於100毫克的 綠的話其實也是 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外溢 很重要的一個電解質 像我們的胃酸 它是氯化氫 就是也是要有氯 對 然後像硫的話存在比較多 是像我們的頭髮 頭髮裡面會有硫的成分 好 最後一題了 來 夏令何者不是天然礦泉水的 檢驗標準 一 適量的礦物質 二 無色透明 三 不含有害物質 請選擇 兩對的答案都是二 為什麼 先把一定不可能有害物質 這一定標準一定要有的 對 一定要檢查 當然是不可能 水一定要喝的是健康 安全的 天然礦泉水 很常都會有礦物質 如果你有在買的話 事實上的包裝水裡面都會 因為它如果已經是電解水 或是不含礦物質的那種純水 它不可能打礦泉水 來 美題都要對 為什麼斬釘截鐵的二 馬哥 哈囉 馬哥 這三個其實 對 對 突然有一點動搖了嗎 有一點混亂 沒有 就是剛好有對一些 礦泉水 有做一些些的了解 好強 拜託 你一定要對 這個不用猜 我就知道答案是二 對 好 兩對的答案都是二 這題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 兩對都答對 終於有聽到 為什麼不是兩對 來 麻煩營養師 因為像礦泉水 在製作的時候 它的水源必須一定要是合格的 才可以去開發作為 做礦泉水的水源 水源的附近會限制說 一公里之內是不可以有污染源的 比如說工廠 畜牧場 這些都不可以有 再來就是說 我們還要去 出廠之前都要做檢測 不可以有有害的維生物 重金屬跟任何的有毒物質 都不可以有 再來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裡面一定要有礦物質 如果它沒有適量礦物質 就不能叫做礦泉水了 我們這個階段又對礦物質 有更深一詞地了解 平常都不太熟悉的 原來它跟我們的健康 都是息息相關的 重要 要恭喜 每題都要對答對一題 全部都答對答對三題 有球 可以 兩顆球 我們有兩顆 平手就要看運氣了 沒有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提醒 我還有 還有機會 妳還有機會的 現在都運氣了 都運氣了 對 距離今天的 精美禮品 是一樣的距離 剛剛有點失誤 失誤 接下來是 是非搶答題 要搶答 又要搶答了 一樣請搶答 但不太一樣的是 Yes or no 請搶答 之後才可以按 OK 好 OK 第一個題目 喝含有適量礦物質的飲用水 教義被人體吸收 Yes or no 請搶答 好 就是這樣 太棒了 這太簡單了 這個答案當然是Yes Yes Yes 台下有適量嗎 妳們剛剛提示內容都有講到 是不是 他們的答案是Yes 是否正確 冰寶 吳醫師 對 水中的礦物質它是離子狀態 所以比較好吸收 跟食物裡面不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是用喝水 來攝取礦物質的話 大概喝下去20分鐘就可以 可以吸收 達到全身 好的 恭喜你們答對 謝謝 謝謝 下一題 人體可以自行合成礦物質 Yes or no 請搶答 不行 我罵 我罵到妳 妳 幹嘛 妳在慌什麼 妳在慌什麼 我罵到 妳不確定是不是 對 但是 按到 妳要回答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是No 為什麼 因為礦物質 如果人體可以自行合成的話 為什麼要補充這麼多礦物質 礦泉水或是什麼 蓋 鐵或什麼之類 為什麼我們還要補充 所以妳們的答案是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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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不能製造的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 恭喜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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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他們推理的算正確 因為就是 因為礦物質是一種無極物 我們人體是 但是它又廣泛存在於 我們的食物當中 所以才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多元化的飲食 才可以攝取到 不一樣的礦物質 大家會咬妳 妳要緊張嗎 妳平常雖然很驕傲 但是其實妳很緊張 她才好慌 因為其實雖然這是個商品 真的很想要那個精美的 其實我是覺得 我就想要贏 就是說想要贏 很想要把我們 套勝心 最棒的禮物帶回家 真的 我就是想要 我就是喜歡你這樣 對 我是很認真在 答對 就是要這樣 下一題 鈣與鐵都屬於人體 必須的巨量元素 Yes or no 請搶 答 真的 這個真的 我們要派她來講解了 不是 剛剛 因為剛剛營養師有講 鐵的含量會比較少 蓋最多 然後到了鐵了之後 就是變得很少 所以我覺得這題答案應該是 No No 我們的答案是No 是否正確 對 麵包 蓋確實是巨量元素 以我們的需要量來說的話 從10歲到18歲 大約會需要1200毫克 因為這個時候還在生長發育 所以需要比較多 19歲以上的成年人 就需要每天是1000毫克 對 然後其實補充方法也很簡單 牛奶的話 是我們最簡單的補充方式 比如說 這麼多 所以說乳製品是一直 我們會推薦補充鈣的 一個食物來源 對 如果鐵的話 它就是屬於微量元素了 然後以年齡來區分的話 從13歲到18歲 不分男生 女生 因為在生長發育的時期 大約還是會需要15毫克的鐵 15毫克 但是如果說到了19歲到50歲 這一個階段的話 會分成男生跟女生 女生的話是因為我們是在 會有生理期 每個月會有 對 會流失 所以一樣會需要15毫克 但男生可以降成10毫克 對 大於50歲以上 部分男女生 就是一天需要10毫克的鐵 了解 了解了 下一題 飲水中缺乏龜跟動脈硬化有關 龜是什麼 來 張醫師 龜就是我們說的細 silicon silicon 龜是在 對 龜是日本的講法 就是說同樣一個元素 我們台灣會叫細 有 我們人體有 真的 題目是 題目是跟動脈硬化有沒有關係 對 請搶答 我差點按了 我差點 你要Yes or No 來 給你Q一次 你怎麼那麼努力 他把你的工作搶走了 沒關係 在這裡 好 最後一題 是 請搶答 太快 這個場子太誇張了 謝謝張醫師 缺乏龜的話 我覺得 去買就好了 去換得很快 我猜 我猜是這樣子 我也覺得應該會 他是決定血管彈性的一個 重要的元素 如果缺少的話 血管會變得比較脆 大概是這樣 大概吧 我覺得馬哥真的超 聽起來好強 國學多聞 真的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Yes 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厲害 真的超厲害 答一些 對 正確答案是Yes 恭喜 氏剛剛講過就是所謂的龜 日本人的龜 氏這個元素在宇宙中 不但在宇宙中 在地球上的含量都很高 它是整個 在地殼裡面 它含量是第二高的 僅次於氧 這個元素為什麼對人體這麼重要 因為它在人體可以負責一些 重要的生理功能 你如果說直接的元素氏 你沒有辦法融在水裡面 一般來說氏這個東西 必須要以某些化合物的狀態存在 譬如說我們所謂的 這個話比較容易被人體吸收 我分享一下 在芬蘭 他在1970年代 他做了一個研究 因為芬蘭 萬胡子國這樣子 整個國家有很多的礦泉水 可以喝 他們就分析不同區域的居民 然後去分析他們喝的水裡面 含氏的量 是 他發現 你含有月高的氏的量 就是說你的飲水中的氏 氏的含量越豐富 那個地區的心血管的發生率 跟心血管的死亡率就比較低 就是說那個時候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是 展開了大家對硅這個元素的興趣 也就是氏這個元素的興趣 這樣子 所以息息相關的 對 它對我們的血管彈性 對我們身體很多組織的 結構的正常都很重要 所以氏這個東西 其實在人體是有的 所以元素氏沒有辦法直接在人體 可是偏細酸可以的 了解 恭喜你們答對了 謝謝 謝謝 香香香 好 這個階段 比賽結束 我們的工作人員計一下分 語盒是不是有東西要跟我們分享 沒錯 現在也該補充水分了 我相信大家講了這麼多話 應該都口乾舌燥 好貼心 而且有可以學大檸檬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不能等到口渴才補充水分 才對你身體已經缺水了 所以大家乾杯吧 乾杯 乾杯 趕快喝水 好喝 這時候喝水都覺得特別舒服 是不是有特別甜的感覺 有 有沒有覺得喝起來不太一樣 因為有你的愛心 對 因為有愛 因為有愛 除了要提醒大家喝水以外 就是我看過WHO一項 很重要的調查 就是 水有關 這麼高 對 就是你喝的水或是喝下去的水 它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所以今天要在這邊介紹 這個 天然鹼鹼鮮礦泉水 介紹給大家 就剛剛喝這個對不對 今天會想要介紹這個水 是因為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玩 然後口渴 他就拿了一瓶礦泉水給我 我就很自然就喝下去 就像剛才大家一樣 喝下去我就覺得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滿好喝的 我看了包裝之後 我又問他講說 你這個是哪個國家的高級水之類的嗎 結果一看居然不是 它是來自台灣 重點是 跟我一樣來自新竹 在這裡 在這裡 對 然後我就很感興趣 所以她就把這個水介紹給我 所以新竹的女生都這麼漂亮嗎 對 你天后真的也是新竹哥 長得這麼像 新竹 新竹還出好水 這個還真是不知道 可以好好介紹水嗎 沒有問題 好可愛 那這個天然檢驗礦泉水 它的水源是來自中央山脈 橫山鄉的 水質保護區的水 還不是一般的地下水 對 再加上它是在海拔650公尺 地底下無汙染的環境 它是採取不破壞環境 而且在保護環境的狀態下 所生產的 要有好的環境才有好的水 對 它透過檢驗 可以穩定維持在PH9.0 正負0.5 9.0 9.0是鹼的 鹼 對 PH9.0 對 它是鹼性的 所以它不只是一般的 天然礦泉水 它是天然的鹼性礦泉水 鹼性水 是不是很厲害 天然的鹼性 因為我們人體型都偏酸 多喝掉 喝掉 有沒有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殊的口感 因為它裡面含有 豐富人體所需要的礦物質 和眾多的微量元素 對於我們人體調節我們的 新陳代謝和身體技能 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是不是很好 我要一次就可以從水裡面 可以補充對不對 對 而且醫生剛剛有講 喝水是最快吸收的 因為它的分子很小 真的 再加上它是各種水的 那叫什麼 檢驗 檢驗合格 水的認證 它的生菌素是符合標準的 不含有害的那種 重金屬和塑化劑 而且它也通過SGS 天然礦物質認證和TQF的檢驗 我覺得就是這個水 所以我很感興趣 它通過這種重重的把關 大家真的 真的可以很放心 和很安心地喝這個 天然的檢驗礦泉水 那你那個朋友 怎麼那麼了解這個水 其實我那個朋友他 他最近要去考 就是最近一個非常 誰要這樣 品酒師就算了 品水師 對 這是最近一個非常新興的職業 很酷 我那時候也是第一次聽到 我說什麼是品水師 他就告訴我 因為現代的人 真的很健康 要有機 但其實大家常常都會忽略掉 自己喝的是什麼樣的水 或是喝下肚的水 是有含什麼的物質 對 所以他想要 你做這件事情要推廣給大家 所以他要介紹這個水給我 我覺得我自己喝了一陣子 我真的覺得 從喝水可以補充礦物質 尤其又是更好吸收的 我覺得超棒 然後又好喝 所以我想說 藉由這次的機會 推廣給大家 好棒的水 剛剛聽到他說中央山脈那個地方 基本上就是 乾淨 乾淨的地方 又地下650公尺 那都沒有什麼污染 當然好水了 對 我自己也是主持了A學大檸檬 才知道原來水裡面的學問 這麼大 還有分 這個階段也要恭喜 每題都要對答對兩題 好 全部都答對也是答對兩題 一題 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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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 裡面的全球數是一樣的 就丟一顆嗎 丟兩顆 就丟一顆 對 就丟一顆 對 就丟一顆 想不想搖 想搖 想不想搖 不要 我要 來 我們請非常美麗的 慢慢一樣師 慢慢一樣 謝謝 慢慢 紅的 我們是藍色 慢慢 好看喔 藍色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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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好想要 好想要 來 來 好 好 好 恭喜 全部都答對 謝謝 我想要檢查一下那個箱子 精美禮品 好 恭喜 瘋了 不能驗票 我想要檢查一下 有 提出到處好不好 好 看完今天的節目 大家就知道 想要健康強壽其實並不難 只要有好的生活方式 補充好的營養 再加上聰明的飲食 健康快樂活就是這麼簡單 更多的健康知識 要分享給觀眾朋友 請大家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超 超 謝謝 很好 謝謝 謝謝 恭喜 美麗